應該說93的下面剩一點點啦 所以請你們往下翻到它的下一段 它的下一段 我昨天上了這個嗎? 來,再來 What is aggressive choice did? 等個括號起來 我會幫你畫一條線 因為它這個強調的是完整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用what開頭的 或者是all什麼什麼開頭的 甚至是the only thing that 這種我們都是用單數 整件事情嘛 所以主詞是誰? What is aggressive choice did? 就是這些有侵略性的種族 做的所有的事情結合起來 給你見what's true 那heys 我剛剛說的嘛 我都會跟你說 紅色的就是你們課本沒有 可是你要加上去的 所以他們做了什麼事情呢? to invade Britain 他們呢入侵了那個大富裂殿帝國 and the land 把the land 括號 可以省的呢就是land and the不省喔 因為連結詞是and 並不是land 接著呢the horse being captain is there q 好來把這個force a to b 就要強迫他們呢去做了這些事情 他們強迫的這些居民 那裡的居民做了什麼事? to move west and north 就是叫我們來喔 請你們滾 那要往哪邊滾呢? 請你們往西邊滾 請你們往北邊滾 這邊就是我們的 所以這個what呢開頭的 記住喔 其實我使得劇情這裡的br 大概應該就是is 就是was 可是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句子 是因為你們都會說 像昨天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就提醒你 句子絕對不能犯雙鼻嘛 不會兩個動詞嘛 所以這裡呢是第一個動詞 invade呢是第二個動詞 那我們怎麼把它動詞變成不是動詞的樣子 兩個方法 一個加ng 一個加to 那加to呢就是讀定詞 所以你要記得把這個g寫上去 就是不要加ng就對了啦 好往下 再來over time 那over time呢你寫的等於with time passing by 那為什麼用加ng 因為with這個字 它是介系詞 所以隨著時間的演變 隨著時間的流逝 每天每天這樣過完之後 their influence make their genetic 來把這個may的往下一行 欸我的是下一行啦 你們的可能是在同一行 你把may的圈起來 may的這個字呢 它叫做十一動詞 我的句型寫得不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穿了 make的後面要加的是一個圓形動詞 尤其你的後面這個受格是人的時候 人的話大概都是主動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的影響呢 造成了這個日耳曼這個他們的dole 剛剛考到的單字有沒有 這個方言 他們的話 become dominant 好第二個再把這個become拉出來寫 所以我這裡幫你畫一個箭頭 我寫個形容詞一下 然後幫我寫這個字 寫個5加5加2 第一個的5呢 就是那個連綴動詞 什麼叫連綴動詞 看起來 聞起來 聽起來 藏起來 感覺起來 這5個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那個變變變變變 那個變呢 可以是become 可以是get 可以是go 可以是grow 可以是turn 簡單來說就它的中文是那個變變變變變 第三個 第二呢 就是似乎 那那個似乎就是什麼sing嗎 appear嗎 那不管怎麼樣 它的後面 因為它跟一般的符不一樣 其底顯巧啊 這些形容詞 所以讓它讓當地的那個方言 變得非常非常的dominant 那dominant除了它變成主要的之外 第二個意思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有一點點強詩 就像獅子座的人 你要形容獅子座的人 就可以用這個形容詞 因為它要當軟 它要當後 所以它喜歡的那種東西就是要動人 因為它想要主導權 然後這些事情呢 and what we all recognize us 來把這個what寫個等於 the language 就是我們所認知的這些事情 全部的事情就變成了而是 再把這個而是寫個加名詞 我先寫一下 我沒寫完 所以what呢寫個等於 the language 然後而是呢 然後寫個加名詞 所以我們所有認識的呢 知道的這個old English 這個所謂的舊的英文 became to emerge 很快的它就出現了 所以它們太強勢了嘛 久而久之它就變成好像 你不得不輸 那就變成他們的一個強勢 他們的主英文了 好的 然後下咯 所以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所以也因為這樣 來把這個old的等 所以呢 英文的這個演化啊 英文的演變啊 英文的這個發展啊 has plus 好來把這個has寫個隱形 我為什麼知道這裡翻成隱形 因為後面有一個片語 你們這次考試有考到 結果很多人錯了啦 這個片語 然後呢 第二個呢 take place呢就是發生 所以請寫個等 happen 寫個等 occur take place嘛 那為什麼要加pp 因為還不能直接pp 表示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所以因為這樣英文的演變呢 至今到現在為止 far taken place over the course of 好 那剛剛有考到這個片語 叫over the course of something 就是在什麼什麼的期間 所以因為這樣喔 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它的發展到現在為止喔 大概呢已經超過了 完遭讓5,000 years 已經超過大概1500年了 and it can be divided into 把它拆開啦 通常都不是自己自願的 就像你們分組一樣 有的老師會跟你講 自己去找人 這是你們大學也這樣喔 所以你如果現在就不適應了 那你大學可能要更有心理準備 不過很多的大學教授 其實會願意你們一個人讀 因為畢竟大學 你們大學就不會像現在 每天都生活在一起 你這節課的同學 跟下一節課的同學 都不認識 可能有一個人讀 可能有別系的來旁聽啦 可能有學長學姐他們下修啦 所以因為這樣 你說你要不要一起做報告嗎 不要搶太多 所以很多的呢 大概只會被分 被迫 有時候是教授會直接搶貨 你今天選擇我這個課 好啦我抽籤 抽完之後你們就被迫 跟誰呢分在一起 所以這個b divided into 就是被迫分了什麼東西 那這4個呢 就是有4個periods periods這個字號 你寫一個1階段 2 就是你生的那個 好朋友 這個字可以 因為我們班不是每次 只要時間到 然後都不痛 不要請你生理假 這個字也是 他的第二個意思 好啦 然後所以他就被分成了4個階段 這4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一開始的 old english 到了第二個呢 叫meddle english 就是重期的啦 然後第三個 margin english 就是比較近代的 最後一個就是 大概我們現在比較常用的 叫late margin english 那這個呢 就是大概這一段 不過因為我要補充的是這三個字 來寫一下 take place happen to occur 中文都是發生 可是這三個差別在哪 第一個take place 比較常要去活動的舉辦 第二個happen呢 是事情突然的發生 那accure呢 跟正式的用法 所以這三個字 中文都是發生 記得它都沒有被動 你不能逼動不下PPO 事情發生就發生 沒有被發生 就像你 有爸爸就有爸爸 不會背有爸爸 不會背後長爸爸 你那個意思不太一樣 所以要小心喔 這個年紀不要鬧出人命 現在年紀鬧出人命 就尷尬好了 好啦 往下 所以old english existed from around 500 to 100 你這裡的話 你可以這裡一個動號 然後有人怎麼唸 第一個是1,100 有人會唸1100 就是11跟100 可以 都可以這樣一面 所以古英文呢 他們呢 大概呢存在於什麼時候 他這邊講是四個階段嗎 第一個階段 他就是大概呢 是在 等一下 500年到1100年 等一下 課本到是560 為什麼呢 蠻密不一樣 嗯 是500喔 喔好 那我這裡答錯誤 對不起 所以呢 古英文呢存在於哪一年 500年到1100年 這是第一個 然後這個why 這個字喔 很重要 為什麼變紅色 你寫的儘管 雖然 他接相反 對比的東西 why 可以當什麼什麼時候 他可以翻成 然耳 也可以翻成當 很多意思啦 所以呢 有時候克洛詞 他喜歡克洛詞 可能對等 一個怎麼樣 另外一個相反 就是一樣 so while it was vastly from 然後把 vastly 的 LOI 這個字的話 小聲一點 因為我在錄影 好了 所以寫個形容詞 因為 shun是形容詞的呢 我們要用的是副詞 所以什麼叫 baltly different 就是相當相當大的不同 就像我講說 你的古英文叫 li 現代的英文就是you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用法 所以他們相當的不同 跟誰不同 來 the language let 你如果不知道 他到底要用哪一個 我們寫個quich好了 你就會知道這個叫形容詞 所以我們用的語言 所以 所以 7月500年到1100年的這個英文 跟我們現在用的英文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那什麼叫presently 加l-y 當然就是use presently 就是現在 那那個presently 如果不會 你不寫at present 不是禮物喔 at present的意思其實就是現在 現在 OK啦 好 那有哪些不同呢 他就跟你說 some words like drink you and strong 像飲料啦 食物啦 strong啦 have manage to survive 來吧 這個manage to survive 那個manage 就是非常努力去做 所以他打算企圖努力 to survive 那什麼叫survive 就是存活 然後這個學測曾經考過 他考你克陋字 他說他從這場地震當中存活下來了 那叫he survived the earthquake 你不要用front 不要用by 他什麼都不要 他什麼都不要喔 所以從什麼事件當中存活下來 就是survive 直接加一個名詞就好 所以survive the earthquake 就是他從地震當中存活下來 所有人都被壓死了 最後他剛好躲在那個角落 所以地震要躲在哪裡 角落的地方 然後他們也有講喔 地震到底要不要先去開門 他們說錯耶 其實我那天看報道才知道 原來真正地震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件事情應該是要躲在桌子下面 而不是先去開門 可是是我還是會先去開門 因為門如果變形了 你再怎麼躲你也出不去啊 所以有時候這個真的是有時候 平常反應的機率啦 所以他們努力呢 存活下來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他們非常非常的認真 非常非常的努力 OK囉 好 再來往下 再來第二個詩題就是next 中古時期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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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把這個動號圈起來 為什麼動號 啊就只有這個時段啊 也只有唯一就是他 好了喔 which lasted from around 1 你可以念1100 反正它就是大概從西元1100年到1500年 然後這個呢 中古的英文呢 大概呢跟什麼什麼東西有相符合 來吧 corresponded with 圈起來 記得要回答 所以這些呢 中古時期的英文呢 為什麼用動號 因為有九號 所以這叫做非限定 然後他呢也因為這樣 他跟那個 the influence of conquering Normans 好來吧 這個括號到這邊 我會幫你畫箭頭了 所以這裡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呢 他跟什麼東西符合咧 跟那些諾爾 諾曼人 應該講諾曼人 這些人是什麼樣的人 who invaded England from France 如果是我啦 我會唸1066 我會這樣子唸 那你唸1066 好像也有人這樣子唸 這也可以啦 所以中古的英文呢 他們大概是說 1100年到1500年 然後這段時間呢 他們剛好呢 就是他們征戰的這個時間 剛好有五個 呼應到了 然後這些諾曼人呢 他們是什麼人 反正他們就是 就是在1066年呢 從法國入侵的那個 那個英格蘭 好這是中國英文喔 那第三個 whoever 來吧 whoever呢 寫給anyone let 當然你可以寫 記得anyone let 是因為他一定要let 是前面的any 一定要let的狀況 any啊 你only啊 the same啊 這種一定要let 所以whoever呢 就是任何人 whoever spoke French during this period 在這段時間 說法文的人 可以比計劃說法國嘛 was thought to be 來吧 was thought to be 寫個等於被視為 more civilized 來吧 ed寫個形容詞 就是你在這段時間 你不要想問 你只要說法文 人家覺得 哇 你是可以問過來的 哇 你好有教育那種感覺 所以這段時間 只要你說法文的話 他們會被視為呢 更有更有文化 and have higher social status 來把這個social status 選起來 就是社會地位 知道嗎 所以被視為 有大概幾個用法 第一個叫consider a 是b 第二個呢 你可以用c 不是看喔 這個就是看待 view啊 regard啊 這些都記得用何詞 就是把a 視為b 所以這段時間 不要講問 講法文比較好 感覺就是 噢 高高在上的感覺 所以這是中國世界喔 到了第三 therefore 也因為這樣 many french words which are 幫我寫上去 要留 官代必弄自己去留 要審 官代必弄自己去射 也因此呢 很多法文的字 這些字呢 are related to 所以跟什麼什麼有關咧 art law and government 就是大概跟藝術啦 法律啦 政府相關的這些字 word adapted from for adapted 這個word 寫個被 然後adapted呢 寫個才用 所以他們呢 就大量的 被採用 suchess 寫個等於like 就像什麼東西一樣 譬如說 penty justice empire 就是大概 文化啦 正義啦 帝國啦 這些呢 就大量的被使用 好 那就直到這